我们俩是通过微信认识的 到现在交往了两年多了 我们俩属于异地恋 据少离多的日子 让我们越来越疏远 他总是希望我能守在他身边 但有一些客观的因素 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两年里我们经常吵架 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而且我说一句 他总是有十句等着我 这两年里 他频繁地跟我提分手 我觉得特别伤感情 一点都不顾遇我的感受 他的种种行为 实在是让我难以忍受 这次我是真的想和他分手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刘 22岁来自哈尔滨 无业来有请小刘 女嘉宾小卢 21岁来自哈尔滨 学生来有请小卢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你要来的 要来干嘛呀 就是有点受不了他了 想分手 谈恋爱多久啊 两年了 咋认识的呀 网上微信嘛 就是一块吃饭 在一个群里玩聊聊就加上了 谁聊的谁 我聊的他 今天来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对 他总是以工作为由 加各种女生的微信 然后在朋友圈还有互动 但是我一看聊天记录 发现都已经被他删掉了 你说出来工作 你肯定要需要加同事的微信 对吧 我觉得加点同事的微信很正常 就可能他觉得 我家的女生有点多了 就是他有点不平衡 那我觉得我们也没聊什么呀 就是包括我们一块出去吃饭 和同事你肯定要需要AA嘛 之后就是通过微信一些 那个红包转账啊什么的 我觉得很正常 而且我加了 那红包转账 为什么要删聊天记录啊 我也不是说特别故意删的 因为他这个人特别那个敏感 你知道吧 就是我上次加了一个女生 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微商还是什么 就是加了 加了以后 他就因为那个事 跟我吵了一下午 你为什么加她 那是微商吗 那他的朋友圈 有一个是微商的图片吗 微商为什么天天发自拍啊 他的确是就是 肯定是通过商业渠道加的我 就一个女生 但是我那个头像是不是的本人 我都不知道 之后他就因为那个事 说你加她干什么 你也不认识她 你为什么要加她呢 我说那就正常加一个微信的女孩 稍微长得漂亮一点 稍微长得漂亮一点 你就加她 那我都没见过这个人 他就因为这个事 跟我吵了一下午 完了我就在想 他这个挺恐怖的一件事 我加个女孩 他就跟我吵 我就想尽量规避的这些事情 马完我就把那个联系纪录给删了 不是你们得聊多少 还至于你删呢 没什么 当时我就是那么一想 就删了 之后事后他又误会了 其实真没什么 我这不叫误会了 那是你做的有问题 我觉得没什么 他除了这个家同事 或者异性的微信之外 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 他就总觉得我不信任他 但是他也没给我足够的信任 他总是三天两头 跟朋友出去喝酒 然后而且就是不喝多 他绝对不会回家 我觉得他就是特别不信任我 因为我工作人员 可能需要出差啊 三天或者一个星期最多了 但他每次 假如说我是住宾馆 因为出差他要住宾馆嘛 他会干什么 早上起来给他发视频 中午干什么 要给他发视频 中午吃饭的时候 还会给他发视频 问我左边坐的是谁 右边坐的是谁 有没有女的呀 在旁边啊 或者在前面啊 我觉得这很正常吧 你是我男朋友 是很正常 但是你太频繁了 就不正常了吧 就好像特别受监督一样 我就是每次 那个给他就出去吃饭 的时候发视频 我就录我那么就是同事嘛 就特别不尊重人 你知道他干嘛呢 我说你汇报一下 汇报一下 总来总来 我就觉得就特别没有面子 那你说我男朋友 你就应该做到这些呀 是 我可以做到 但是你不要太频繁吧 就每天至少发五条以上 睡觉之前也要发 我打断一下 我这资料上面写的 您现在是无业 我之前 就是上一份工作 现在等于处在一个 待业 待业的状态 三份工作做什么的呀 又出差又女同事什么的 我是演那个舞台剧的 需要那个巡演儿童剧什么的 所以不放心是吧 对 特别我觉得信任很重要吧 就是你不要每天都 你没给我足够的信任 你也没给我安全感 我只能自己去找 每天不要纠结一些 就是什么问我在干嘛 加上说我微信 我在忙工作 因为我工作要忙啊 一忙起来肯定顾不上去了 你帮我分析分析 为什么一个女孩 哪儿那么不相信你呢 我觉得她特别敏感 但我之前没有任何 就是对不起她 或者是有一些越界的行为 就是她就是特别敏感 就感觉我跟谁都有事 还有就是她说我喝酒那个事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正常 因为我跟朋友在一块聚餐 我们喝着酒不会很正常吗 她就特别就是 有一次在那个酒桌上 直接给我翻脸了 筷子一摔就要走人 当场还指鼻子骂我 那是因为我劝她 我说你不要喝那么多了 她一点都不听 而且她不但自己喝酒 她还要劝朋友 一定要跟她一起喝 那朋友根本就不想喝 你知道当时 你刷完筷子走人多尴尬吗 直接就指着我鼻子 骂完我一顿 完了摔门就走了 那你不给我面子呀 我跟你说话你也不听 当时场面特别地尴尬 你知道吗 你知道当时我就买完蛋 我就走人了 是否能让朋友都没再联系我 她的毛病特别特别多 都是一些小毛病 但是咱一起 我觉得受不了了 比如说呢 比如她就是口头禅 爱说脏话 我就跟她讲过 好多好多次 就是我们两个聊天 聊得特别特别好 然后突然一句脏话 就说我 然后我就跟她讲 她之后 她说她改啊 怎么这很久了也没改 我觉得就是也不是说我这个人说段话啊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出一些感叹剧什么的 正常我有什么打游戏你知道吧 就是跟那个可能跟对面和队友 就是游戏里面吵起来了 那我觉得她骂我 我就不能骂她吗 我忍着 那我也管不到她呀 我只能管到你啊 那何时都于你拉架绑着我让她打我是吗 那我只能说你啊 我就不想让你骂人 那你这不变态 不是那你说她骂我行我骂她就不行是吗 那我又看不到她骂你 我也管不到她 所以她骂我不能骂她吗 你就管我 就我正在气头上 你知道吗 就是有时候游戏情绪也挺激动的 就是我正在气头上跟那个 听懂了 听懂了 之后她就把她就怼过我 是特喜欢打游戏吗 长打吗 还好啊 不是那么沉迷那种 还有吗 然后不洗澡 他不爱洗澡 我跟他讲 我说你该洗澡了吧 好久了 他就说好 我洗澡 然后那个我就出门了 然后回来之后他说我洗完了 但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洗 这个我们也没法管啊 我都是 都是一些小事情 但是我觉得已经是 在东北就是冬天 大冬天的 就特别冷 你知道吧 每次就有一次有一位选导 就感冒性 不要那么特别频繁地去洗澡 那东北你在外面洗澡吗 家里也热啊 冬天 大冬天的你老跟夏天 天天冲凉干什么呀 谁让你冲凉了 那我天天洗澡 就是我在东北的冬天 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经常出门 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洗澡 而且冬天的也不是 一个出汗的季节 它特别事儿 我觉得它挺事儿的 但是我都能忍 但他忍不了我的这些小毛病 你的小毛病我都能忍 为什么不能忍我的呢 我有什么小毛病 他说减肥 我说你咱也不胖啊 咱减什么肥啊 对吧 他说我就觉得我现在有点胖 你看完了之后还问我 你觉得我胖吗 我说不胖 他说你不说实话 我说还行 有点胖 你不爱我了 我当时我就懵了 说你又不爱我了 我说不是啊 我说你就是只是 我觉得你现在还在健康的 就是很标准的状态下嘛 他说完了之后 上网又买个唱天天凉 早上吃饭的时候凉 那女生对体重就很敏感 吃敏感可以 我也理解 但是他量完早晨以后 他这东西蹭嘛 我也不知道他准不准 他早晨量一个树 中午量一个树 他还没吃饭呢 因为我说过来 吃饭比较晚 早晨量刚睡醒 他是一个体重 中午一看 重了 他也没吃啊 我就开始订外卖 订外卖完了之后 不行 重了 不吃了 饿了 之后到晚上 他该吃吃饿了 他肯定还是要吃 绷不住嘛 他说晚上 他就坚持了一个星期跑步 有一天他就跑步 他在跑步时间 大概是六点半到七点左右 有一天他没去 我到七点了 我说那个 你今天去跑步吗 我非常善意地提醒了一下 当时就给我炸了 你是不是不爱我 你有病吗 我用你提醒吗 我七点 你是不是想我胖啊 那我今天跑步 我一定要天天去吗 我有我自己的计划 我一定要听你的吗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 我说这个七点了 你是不是去该跑步了呀 我怕你忘了吗 他在玩手机 有些可能玩过了之后 他让我监督他 治愈吗 完了之后特别忍不了我 然后因为这事 给我拉黑了 就是因为跑步跑步 这个爆发是因为外卖的事 就是我饿呀 他跑完步七点回来 之后呢 我订了一份外卖九点多 我订了夜宵 我去打赏游戏 有时候也饿了 看了视频就睡觉了嘛 完了九点多 订了一宵以后 夜宵到了 我就是也是非常善意的 也怪我 那你一定要在我跑完步之后 吃饭 而且在我面前 我都让你监督我跑步了 那我让你监督我吃饭了吗 那我 那你说屋就那么大 那你说点一份外卖 饭周开的那一刻 他肯定能回到味儿对不对 我问一句啊 那个谈恋爱谈了有多久啊 两年 这两年期间闹过分手吗 闹过 闹过几回分手啊 好多回 都是他提的 没事就挂嘴边上 把那分手就可亲切了 这爹妈叫都不 都为什么提呢 也不是什么大事 有一次就是出去吃饭去 我挺饿的 就是一天没吃饭 我俩晚上一块吃个晚饭 之后就因为那个菜上了以后 我先吃了一口 我没给他加 完了他又生气了 他说你怎么跟人家不一样啊 那你说的特别在意细节啊 你怎么跟人家不一样 你追我说怎么不这样啊 那个你这个人家看电影的时候 你对我可好了 怎么那么地的 我说我就是饿了 先吃一口 那就不行了 就是可能也当时我是特别 低头我吃 因为的确挺饿的嘛 当时我低头就吃了 吃完以后他就说 你能这样吗 那咱俩出不成 我说怎么就出不成 那分手 我有那么夸张吗 反正中间你也说了不少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 咱们分手吧 也就是因为这事引起的 好 咱们分手吧 就分了 能分吗 但你就因为这点事 天天哄的天天哄的老哄他 那你今天到底 让我们劝他什么呀 就是希望他能听一听我的话吧 听你的话 对 他那些我说什么他都不听的 习惯上面希望听你的话 还有什么要求听你的话 还有啊 朋友圈啊什么的 朋友圈没听着他干什么 过分的事啊 他还干过什么吗 他总是家呀 谁知道有没有事 哦 因为他老家异性 所以你觉得会有事是吧 而且聊天记录我都翻不到的 长家异性的微信 然后没有聊天记录 因此你的推理是 他有事 也不算是有事 我觉得他 我只要家女的就有事 不追忍 什么都不告诉我 都要我自己去找 他去自己去猜 不是 你要找什么呢 猜什么呢 孩子 就是猜他俩干什么 在日常的相处当中 你觉得这个男生对你好吗 挺好的 你觉得他有那个画画肠子吗 这个 你自己感觉 没有 但是 没有不就完了吗 那你要找什么呢 但是我就想要那种安全感 什么样的安全感 我俩大多数都是异地恋 他在哈尔滨工作 我在天津上学 那你这个安全感 给你什么 你觉得你就安全了 就是感觉吧 这我也说不明白 他就是觉得 可能我工作的原因 由于就是 我的工作圈里女孩特别多 他就老担心 老害怕 天津就是说 你跟这个女孩怎么那 跟那女孩怎么的 不是特别想让我在这个工作里面 就不想让他在那个行业工作 这不已经改了吗 不都待业了吗 为你 但是他接下来还要找这样的工作 哦 归根起底是说 不希望他在从事 他从事的这个 现在算是演员是吗 哦 算 不希望他从事这个 所谓演绎的这个事 是这意思吗 嗯 但我学的就是这个呀 你说你不让我做这个 我做什么呀 是 他就是 他主要就是担心 就是担心我那个演出的时候 女孩啊 挺多的 的确我们单位女孩挺多的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行的正 而且我特别 你要信任我 他不信任我 我怎么说都败扯 而且原先我 活也挺大的 现在我几乎 让他磨得我都一点脾气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两年之内 算是为了他改变不少了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他的毛病我都能忍 就是但是他就是特别不能忍 就是没事找事你知道吧 就是我加一个微信那种 就没事找事 老有一些小事就能引起我俩吵架来 说来说去 说到这儿哭了 这才听明白 是因为不放心男孩要从事的这个职业 是这意思吧 嗯 那你干嘛不直接告诉他呢 嗯 其实我也挺乱的 但我就觉得有必要调整一下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并不是说抱怨他加了多少人什么 而是希望大家能给他有一点压力性的东西 让他放弃他喜欢的事 是这意思吗 嗯 来吧 难题交给你们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作为男生 你看你去加一些女生的微信 为什么你的女朋友会如此的敏感 如此的反弹 如此的反感 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就是因为加了微信才走在一起的 你们是通过微信 两个人相识相知相爱的 所以微信对你来说 它就是一个雷区 它有一些担忧 顾虑 纠结 甚至没有安全管 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态度 还是要你给 谢谢 谢谢余老师 来 珊娜老师 小卢是吧 我来跟你谈谈安全感 女生总说要安全感 要安全感 安全感也不是要来的 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 当你有足够的经济独立的实力 当你有自己钟爱的事业或者兴趣爱好 你现在是学业 当你内外兼修 你一定会非常有安全感 因为我知道我未来的世界在哪 我未来路在哪 爱情只是我人生生命当中 一个部分 而不是我的全部 所以我觉得眼下 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对面的这个男生 最重要的是你要搞明白 我未来的人生方向在哪 我想要一段什么样的感情 我想要一段什么样的人生 先找到自我 最重要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请坐 我觉得女孩的不安全感 无外乎就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个 你突然发现 你根本不了解这个男孩 甚至觉得他越来越陌生 第二个 你自己不够强大 先说你了解不了解他们 你们其实相当于异地恋 也就是假期能在一起 在一起还时常地吵架 真正有效的沟通是很少的 而短暂地接触 你会发现他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你其实不知道关键点在哪 你只会觉得怎么 他这个人跟我想象的 跟我微信里沟通的那个人 是完全两样的 所以你就慌了 所以你就试图去改变对方 把他变成那个 跟你微信沟通的那个男朋友 但他不是 因为你根本就不完全了解他 还有你自己不够强大 而在爱情当中呢 你自己的强大不是说 你要听我的 你要让我知道 你一天二十四小时在干什么 时刻主动地向我汇报 那不是你的强大 那是你的强制 甚至于是你的弱小 所以说你要把注意力 放在自己身上 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什么 而是要去影响对方 去做自发的改变 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 对不对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让自己变得更有信力 这样他才可能围着你转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附老师 我理解你的缺乏安全感 因为信任是一种复杂的感受 并不一定说 他做了骗你的事或者是说了谎 而是你始终感觉他像空气一样 你是抓不着的 你感觉总是无法掌握他的行踪 你总是觉得他 时时刻刻都有可能飘走 你觉得没有信任 有些女人在最开始的时候 觉得所谓的安全感是来自于 他秒回你的微信 他过马路的时候牵着你的手 下了班之后在家等你 但后来慢慢的女人就会感觉到 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 手机里充满了电 银行卡上的数字 自己在事业上做出的成绩 和自己平静的内心 到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男人是靠不住的 靠自己 靠娘娘会老 靠墙墙会倒 靠男朋友 男朋友会跑的 要靠自己 只有自己充实了 平静了 这个时候 男人才会给你 你想要的温暖 实际上都是你自己争取来的 对于男生来说 显然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没有太怎么把他当成女朋友 一个人不怎么会改变 但是生活习惯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说脏话可以改变的 洗澡也是可以改变的 这些无伤大雅 不会伤及你皮肉的东西 如果你爱他 你就会为了他改变这小小的习惯 你不爱就完全可以说 我忍够了 我不想跟你谈 如果你爱 你就把这一点小小的习惯 给改了就有这么难吗 你要谈就好好谈 你要爱他 就为他改变你的小习惯 也没说让你做什么多大的事 不要上微信 勤洗澡 不说脏话 其实也是为了你好 你自己看着办 如果他不改 你就做好自己的事 好吗 就这 好 谢谢陀老师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我觉得 我可以为了你去改变 包括 你不喜欢我的这个行业 我可以没问题 我可以 我不做了 这行业我可以不干了 但我觉得 我非常喜欢你 因为毕竟咱俩相处了两年的时间 嗯 我的确还是从发自心里 想跟你一直走下去 所以我可以为你放弃我的一些东西 包括所有你说的那个小毛病啊什么的 我都可以改 我只是希望就是 你不要太过于地想象出 我比如说背叛你啊 或者是那些 你脑海里想象出来的画面 不要总是跟着你的想象走 要多看一看你自己眼里 你看到的东西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好 相处两年 大多数的时候是在异地的状态 这两年 这两个人 是不是按我们理解意义上的 在交往 其实交往就意味着了解 两年可能你不能全面地了解一个人 但是两年 至少你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大概 所以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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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 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和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 保卫爱情呵护那几天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古方红堂提供的爱情保卫站那几天呵护礼合一份 来 这个送给你们 祝你们开心 祝你们找到你们想要的生活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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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